好 剛剛智陽這個當憲兵 那他人緣好 很多人送給他指揮刀 對不對 他是說人家送的 不曉得是不是自己買的 這個還不知道 硬要 硬要自己買 那請教一下這個郭律師 就是說比方說 因為有些伴侶 有很奇怪的癖好 那這樣可以肅請離婚嗎 其實我們在法院裡面看那個肅請離婚 有各式各樣的這種訴求 我們剛剛講那個什麼收集模型 光碟片那個都太小兒科 那在實務上真的要鬧離婚的時候 他一定把對方講得難聽 我老公他有特殊性癖好 他的那個硬碟裡面 都有各種影片 什麼影片 後門的 外國的 而且是他跟別人做 然後拍下來的 然後留存在他的電腦裡面 他很怪異啊 我要離婚 都在 講後門的 像吳娟你這種小妹妹 聽懂 什麼叫後門 我也看不懂 我懂啦 你不要這樣 你認真閱歷也這麼豐富喔 我 從哪裏 對 那法院當然就會看到說好 那你要告離婚 通常是講說這個嗜好是不良嗜好 會影響到你的婚姻的 如果婚姻走不下去 那當然這個影響到你們婚姻 那就可能要判離婚 這個是錯的 可是你說收集那個光碟片 如果他是說網路上抓的 去買的 這個你說不良嗜好 法院會覺得說 如果沒有到影響到 你們的這個婚姻的關係 這個你沒有辦法說要宿請離婚 除非這個有影響到 那一般來講 法院在看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會問說 那除了這個癖好以外 還有什麼 對 他就會喝酒啦 賭博啦 通常講不良嗜好 都是講什麼 喝酒喝太多 酗酒 酗酒到沒有工作 有所好險 或者去賭博玩爬慶果玩到請家蕩產 這種都會 可是講不良嗜好 像上色情網站 有些在老婆在要離婚的時候 其實挑不到什麼東西 要去講老公怎麼樣 就說他很涩 我也不知道這為什麼 構成結婚事 那他就會說他好涩 他都會看那些 有的沒有的這個光碟影片 他手機裡面長很多 那當然有一些真的是 比較誇張 誇張的話就是先生呢 他其實有嫖妓的習慣 然後呢 就會把這個女生帶回家 然後一邊拍 然後而且他有特殊的批號 就是說他要外國級的 各 來自各地 他不要台灣人的 不會不要講中文的 都是要跟英文對話 然後每一次不同的對象都拍 然後就會燒成光碟 藏在那個有上鎖的 這個抽屜裡面 然後有一天 在台灣就發現了 然後就拿來告 就拿來告 那但是像這種要判離婚 法官會覺得說 還有別的嗎 就除非說 就還不太過程 因為他這邊 他要證明一件事情是說 這個是你們婚姻當中 他跟別人怎麼樣嗎 如果在婚姻當中 他跟別人有性行為 那當然你可以主張說 這個對婚姻不忠 可以構成離婚 但是如果他是婚前 對 那你這個沒有影響到 就講到這裡 我就要跟小太說 你的婚姻非常穩固 情節很輕微 對 所以法官其實 在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那個不良嗜好 其實如果像這樣子的 這種癖好 我們看都覺得還好 那你這邊是有個案子說 有位先生很沉迷在情色網站 而且很享受拍自己的裸照 給人家看 對 就有一個案例 就是他那個老婆 就覺得說 為什麼老公常常就是 關在房間 你會不知道在幹嘛 然後有時候會聽到一些 奇怪的聲音 那當然就是老婆就會 有時候就想要 偷偷趁老公不在的時候 去翻他的低潮 看他低潮的時候在幹嘛 那就看到說 這個人好熟悉 那個好像是我看過的東西 是這樣子 只是在特殊的時候 會看到的時候 所以他沒有拍到臉就對了 沒有拍到臉 但是他認得出 那個是老公的 對 理長的樣子 他覺得是 是他先生的 是他熟悉的 然後他發現他有傳出去 那就是 我發現原來老公 他傳給誰啊 因為老公有去交友網站 有帳號 然後就會跟這些 交友網站的女生 傳私密照片 對 那當然他就會覺得說 老公怎麼會做這個事情 那對方會回傳嗎 但我就要網站 通常會 你也不知道是不是他 很多人其實不敢拍自己的 所以他剛剛講那個說 抓別人丟出去 也有可能是這樣 這也許很熟啦 這樣你了解 我都聽來的 那個志強跟我講 那當然就是這個東西 進到法院的時候 法官會是覺得說 好 畢竟沒有真的發生性行為 如果說你抓到是 他真的去發生性行為 那可以說他有這個婚外情 可是他這個上吊王 那其實也不知道 對方是誰 這樣互傳那種私密照片 當然行為不是很好 可是畢竟沒有違法 因為是彼此 他不是說 我拍了一個裸露照片 放在網路上給大家看 那個可能就構成這個 散播為協物品 也沒有犯法 沒有犯法 情況之下 就是法官會問說 好 那他到底有跟哪一個人 有婚外情 有很親密的這個對話 然後還甚至發 進一步發生性行為 如果是那種就是 他是匿名的 其實也彼此不知道是誰 這樣還不構成 其實法官會認為說 這樣子不夠 因為除了他有這樣的一個 隱私必要以外 可是對你們婚姻 有沒有那個影響 對啊 影響報什麼 那是因為你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就沒事了 對 其實沒有事 他還是你的好老公 他會去上班賺錢 回來養 而且還跟你很長 老婆才會認得出來的事 有些老婆認不出來 因為太久沒有發生關係 認不出來 我跟這個我做的 不知道要怎麼講 就是在講 你家裡 不是 我吃了你的口水 你這樣感覺這樣回去大家都想拍張 給老婆做 你看你以後出來就算了 有客製 不過回到法院的案例是這樣 其實也蠻多這個太太 在離婚之後 他是有在 插個話 因為最近不是有個議員嗎 然後他被什麼 屁股被指控 被女生指控 他屁股有刺嗎 他直接否認 後來又承認 對 我覺得就是說如果有很 就是說特徵很明顯 你真的外面這樣 人家你很危險 對 要磨掉 重點是 重點是後面這個 要修圖 他可能平常他們有看 屁股長什麼樣的 別人講說真的有嗎 他認真看才發現 原來 你不要以為我們這樣講 這個只是好玩 搞不好志偉就去做 你怎麼知道我屁股有一顆 那這個志偉 五十七歲的日本人氣男生 唐哲壽明 最近也是跟太太 發生同樣的事 對 就是說 因為他是很喜歡打電動 然後打到老婆都要翻臉了 就是因為他除了 因為他就迷 他有自己上節目 唐哲壽明的老婆 也是藝人三口自止 也是紅石一石 那金童玉女的組合 大家都覺得說 你們應該很幸福美滿 然後他去上 重點節目的時候 他就說 其實我有 最近有發生了一件事情 他覺得他是做錯了 我不知道他可能是藉著這個節目 要跟三口自止懺悔這樣 但是我覺得他處理的方式 還不錯 他就說他很喜歡打電動 而且這個習慣已經很多年了 我還沒有娶他 我就喜歡打電動 那那個快打旋風也是我們那個年代 那個混斗螺 對不對 那他就從一代打到二代 那他 他那個二代是有按鈕搖桿的 他 他在打電動的時候 他可以完全忽視周圍的事情 可能老婆跟他叫他好多次了 他都沒有聽到 他還可以打電動 打到他的右手的大拇指脫臼 然後打到脫臼 然後讓老婆覺得你實在太離譜了 然後他說他打到脫臼的那一天 還是很痛嘛 痛還是可以打 對 脫臼台語就是脫臼 你再招回去就好了 不知道要怎麼做 然後他隔天早上起床的時候 要繼續打的時候發現 我的遊戲機不見了 當然就問老婆遊戲機呢 老婆說丟掉了 也是沒有經過他同意 那你知道他怎麼做嗎 通常你看那個網友就罵 那個女友垃圾的女友 他就跟他老婆說丟得好 我也正想不想玩 謝謝你幫我把他丟掉這樣子 所以他就是跟大家分享說 有時候如果你玩一個東西很沉迷 然後會讓另外一半不開心 他又跟你勸過你很多次 有一天他發飆的時候 你絕對不要跟老婆對槓 所以他覺得 所以現場的人都很稱讚 他的處理方式 這樣是對的 因為太太其實跟你反應過很多次